我們現在來到EGGMA的HONDA展區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一樣非常熱鬧 車款非常多 一般來說 HONDA都會是整個EGGMA裡面最大的展區 今天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是 在展前大概在東京車展的時候 才發表了一個Neo Sports Cafe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在米蘭車展就已經發表了實車了 在這個概念之下 發表的是CB1000R 當然它的概念來說 CB1000R的話 一般來說它是搭載了一個運動車款的引擎 然後是比較接車的騎乘 騎乘的姿勢是比較接車 但在Neo Sports Cafe 還必須要導入一個復古的元素 但由於它是Neo Neo就是新的New的意思 所以它還是打入一些非常新的一些 比較現代化的概念 包含它的整個原燈設計 跟古典的原燈設計 就完全不同 它是用LED 而且用燈條勾勒出整個邊緣 車身的側面部分 當然以油箱來說 就比較貼近CB1000R 這樣的一個比較經典的設計 但其他部分就導入一些大量的 一些像手工車 這樣子的一個元素 那除了這個CB1000R之外呢 Honda同時發表了兩台車款 它是比較一個小排氣量的車款 來我們到這邊可以看到 那它的排氣量呢 分別是125跟300 那這個125跟300呢 這個排氣量就有可能有機會來引進台灣喔 例如像這台CB300R 它一樣是屬於NeoSport Cafe 這樣子的概念呢 所扮演出來的車款 單缸286cc 可以輸出31.4匹馬力喔 那它整個外型來說呢 當然一樣喔 跟剛剛的CB1000R 在外型上有很多部分都是相同的 包含它使用那個原燈 然後它有LED的燈飾 來把它的整個造型勾勒出來 那另外它一樣 都是使用一個倒叉的系統 那等一下 站長就要來試試看 這台基本的騎乘桿 我們可以從它這個燈可以這邊看到 使用LED燈 然後它的燈條並沒有一整圈 只有上下一半而已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整台車的騎乘喔 騎乘姿勢 那基本上它的座高其實非常的低喔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在CB1000R上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一些外觀的元素 在這邊都可以看得到喔 好 好 好 就整個好像這邊必須 這邊是正確的 整個來說的話 當然單缸的 單缸引擎的設計喔 所以它整台車身非常狹窄 那我認為其實以這台CB300R來說的話 如果引進台灣的話 我覺得當然 除了適合新手之外 女騎士來說也非常的適合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整個儀表 是一個LED的設計 那整體來說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觀 真的是承襲了這個Neosport Cafe 這樣的一個設計的精神喔 那另外還有發表的就是 CB125R CB125R 那基本上外觀是 都是差不多的 那這就是Honda 在今年 米蘭車展前 就已經發表出來的 Neosport Cafe的 一個設計的主軸 那目前推出是 CB1000R CB300R 還有CB125R